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UiKit练习防网易新闻首页的系列课程 上一节课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那个Animal Fire的使用 这一节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使用的另外一个第三方裤 叫做SnapKit,是一个AutoLayout的第三方类裤 然后呢,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类裤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它 SnapKit呢,是Swift下面一个AutoLayout的类裤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OC版本,叫做Messory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Github上面这个SnapKit的页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OC的Messory,一个是Swift的SnapKit 它们两个的API设计是完全一样的 只要掌握了其中一种,另外一种也就不在话下 说到SnapKit呢,我们其实最主要的 只要掌握其中的一点,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们就可以非常好的去使用那个类裤了 就是绝对与相对 这个怎么理解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绝对的东西 对于一个iPhone应用来说呢 有两点应该是绝对的 一个是UI Window 它的大小就和我们当前的屏幕尺寸是相等的 另外一个绝对的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每一个wheel controller自带的那个wheel 它的大小也是跟我们的屏幕大小是相等的 但是controller的这个要依情况而定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一个与屏幕大小相等的一个wheel 而这两个值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对 当我们首先确定了这个绝对值以后 下一步就很容易了 下一步就是我们去确定我们的相对值 我们所有被添加到我们的wheel controller的self.wheel上面的这些subwheel 这些wheel都是根据我们当前的这个wheel进行的一个相对布局的计算 这个相对既是它的位置也是它的大小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相对的 在我们的这个add out to layout布局中 接下来我们进入实际编码的环节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为大家新建好了一个tablewheel cell 然后呢今天我们会以这个tablewheel cell为例 然后来进行UI snapkit的这个相对布局的介绍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工作 我们需要先把snapkit引入到我们当前的文件里 这样snapkit的API我们就可以在当前的swift文件里面进行使用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网易新闻客户端 它究竟需要我们完成什么样的元素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cell里面出实话 大家可以看到当前的我们要实现的这个cell 首先它有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我们是一个image wheel 然后呢另外它有一个title 然后title下面应该是一些detail 然后呢这样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两个UI label 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置顶的一个标签 然后这个标签我们也用一个UI label来实现 OK这样我们当前的这个cell就一共有四个元素 然后有一个UI wheel 然后还需要另外的三个UI label 首先呢我们先写下我们需要的属性 呃第一个属性是一个 我们起一个名字就哦 因为UI UI table will sell 它已经自带了一个image wheel 所以我们就不能叫 我们叫 嗯随便嘛 我们就叫testimage wheel 然后我们初始化一个image wheel 然后呢另外我们还需要三个label 然后第一个我们叫做 title label 然后我们还需要另外两个label 然后我们把第二个label叫做 detail 我们叫detail label 然后第三个label呢 我们叫做tap label OK我们现在就初始化好了 我们所有需要的label 然后我们会在接下来对这几个label 还有这个image wheel进行outlayout的布局 然后使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snapkit的第三方列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subwheel都添加到页面上 呃大家要记住一点 我们的UI table wheel sell 它有一个content wheel 我们所有的subwheel都要加到这个content wheel上面 这是苹果推荐我们的做法 如果不加到上面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把detail wheel也加上 然后我们的tap label 然后最后我们再把我们的testimage wheel也加上 OK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subwheel都加到了我们的content wheel上 接下来我们去设置我们这四个wheel的相对布局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 我们要设置我们这些subwheel的布局 首先我们先来设置这个image wheel的布局 然后呢我们的snapkit有一个api 是snap开头的 然后呢 make constraints 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最后跟了一个b包 然后呢我们在b包里面来设置 我们当前的这个testimage wheel的相对布局 这个make呢代表的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testimage wheel 然后呢我们要怎么设置它呢 大家可以看回想一下刚才我们网易新闻客户端 它有一张离上下左右有相同距离的一张图片 这样呢我们就首先make 然后呢它的大家会再回想一下 首先上它的左边 然后还有它的下边 那我们就是top 然后bottom 然后呢还有它的左边left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置它的上下 然后以及它的左的布局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equal to 这个to里面我们写什么呢 它被加到了self.content wheel上面 大家可以理解为现在的self的这个content wheel 就是我们的刚才我们课程中所提到的那个绝对 这时候呢我们就来设置这个相对 然后equal toself.content wheel 这时候呢它相当于我们这个testimage wheel的上下左 都相对的设置成了 和我们这个self.content wheel完全一样的值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有一个偏移量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offset 然后呢这个offset是多少 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15 这样对不对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offset的计算量是分正负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距上边的这个距离 因为我们的图片是在top的下边 所以它的是15 但是对于这个bottom来说呢 bottom来说它就是 它我距这个bottom其实是一个-15的距离 如果是正15的话 它会被拉伸到top bottom以下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用这个offset 我们要用insight 然后insight里面是一个ui edge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top是它距离top的距离 而且这个insight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管正负了 然后呢我们top是15 left也是15 然后呢bottom还是15 最后right我们给一个0 OK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 我们当前这个testimage wheel 相对于我们这个cell content wheel的相对布局 而至于这个图片的大小 我们到时候 它会根据我们这个cell的高度 来自己去进行计算 然后呢宽度也会去进行计算 假设我们的content wheel 也就是我们这个cell的高度有100 那减去上面的15和下面的15 那它最后的高度就是70 这个image wheel的高度就会是70 而它的宽度会根据我们显示图片的那个长宽比 来进行再次计算 接下来呢我们设置我们的另外两个 ui label的相对布局 然后呢首先我们先设置title label的 还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snapkit的make的这个api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再回想一下网易客户端 它首先大家记着它先它的左侧 然后距离我们刚才的这个image wheel是有一个距离的 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把它设置成它 大家可以想理解为现在我们的testimage wheel 已经是那个绝对值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的title label 就是这个相对值 所以呢我们设置成testimage wheel 然后呢那个偏移量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想象就可以用offset了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只设置了它的一个值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offset 刚才是多个值 所以我们要用insight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testimage wheel 是在我们的title label的左侧的 然后呢我们的title label距离我们的testwheel 是一个15的正值的一个偏移量 然后呢我们的title label 我们还需要再设置它的顶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顶部 其实刚才看到是与testwheel的testimage wheel 是7平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设置成这样 这样我们的top就是和我们testimage wheel的top 是7平的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写 我们的detail label的约束 我们的detail label的相对布局 是相对于我们的testimage wheel 和我们的title label的 然后呢我们它第一个约束 也就是它的左侧 跟我们的title label的左侧是一样的 都是距testimage wheel15的偏移 这个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呢下一个我们要设置 我们的detail label的top 它的top是距离我们 并不是距离testimage wheel 而是距离我们的title label有一个偏移量 而且是距离我们title label的下延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这样写 距离title label的下延 然后有15的偏移量 OK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 我们这个title label的相对布局 最后呢我们来写我们的tap label的约束 然后呢我们的tap label也是有两个约束 首先它的下延 也就是它的bottom 是和我们当前content wheel的下延 有一个15的距离 但是这个15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应该是-15 然后呢它的右侧和我们的content wheel 也是有一个相对位置的 然后呢这个也是-15 OK这样呢我们就设置好了 我们当前所有will的相对布局 现在我们所有的label都只设置了 左侧和顶部的一个约束 其实我们还差一个右侧的约束 如果没有这个右侧的约束的话 我们就这个label可以显示无限长度的字 然后剩下的字会超出我们的屏幕边界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右侧的约束 然后呢这个右侧的约束非常容易 它是相对于我们的content wheel的 然后呢它距我们content wheel的右侧 有一个-15的编具 这样我们就限制了我们这个label的长度 所以呢它就不会超出我们的屏幕限制了 如果它的字数过多的话 它会以三个点来显示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整个will 然后四个元素的相对布局 至于效果呢 这一节课由于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们还涉及到table wheel的一些东西 然后从下节课开始 我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去实现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的 这个有多种cell的table wheel 然后呢在下一页 在下一节课当中 我会首先 新建一个table wheel 然后用我们今天实现的这个cell 作为这个table wheel的默认cell 然后让它先把这个页面显示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实现的这个 自动布局的cell的效果 然后呢 接下来再去实现其他的样式的cell OK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期见 拜拜